期末拉斯空中走廊在6月26日已正式啓用 這條空中走廊不但對坦仔市中心的居民或行車 亦造成一個非常暢順和有用的過路交通工具 近日不斷收到大部份市民的青萊 大部份市民都會走上去使用 亦會有一些問題希望香港進行改進 第一方面空中走廊啟用以來雖然是個人的時間 但在上面的一些污漆或垃圾甚至是煙頭 已經是隨處可見 希望當局加強宣傳令到途人或是在上面使用的人士 注意清潔衛生 第二在7月5日早上 翻航法學的法皇時段 已經出現了行人電梯 在郭英普拉街谷邊的行人電梯已經停止運作 這不但對長者、小朋友或是賊者人士造成不便之外 對過馬路的人士造成非常不方便 亦希望當局可以加強監控一些行人電梯 或是升降機的維修、保養等等的事情 而第三點在成都街出機馬拉斯大馬路交界的路口 亦出現了一個交通盲點 正正就是在駕駛者的右方 受到一個行人電梯的視線阻擋 其實出街口的時候 未必可以看清楚右邊的內車 我在此呼籲駕駛者可以考慮 在成都街出機馬拉斯大馬路的時候 盡量靠左行駛 靠左行駛去到路口的時候 就會令到視野相對寬闊 當然當局已經是做了一個魚眼鏡 但作用不太大 亦希望當局可以細緻地去考慮這個街口 如何消除這個間套 而最後其實基馬拉斯空中走廊 貫穿了有基馬拉斯大馬路 在寶龍一直去到運動場興櫃站 我們亦看回最初的規劃 是可以伸延到坦北的 但由於某種原因 令到現在基馬拉斯空中走廊 就去到寶龍的位置停了 亦都希望當局可以先知先覺 在未來的城市規劃 盡快去協調 看看這條空中走廊 有沒有機會可以實施到 由寶龍去到寶龍 而令到寶仔的空中行人暴行系統 是作出更加完善的 雲西瓜 你最多的間套 你最多的間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